你是局長 如果我是當局長 郵局也是局長 那你為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去當郵局局長呢 如果發布我當局委局長 從國安局長卸人後 楊國強沒去當郵局局長 靠著綠營國安高層的好關係 成了蔡政府駐泰代表的大黑馬 不只肩負新南向的任務 前情報頭子 坐鎮東南亞最大情報中心 蔡政府的人事安排 拉出兩岸諜報戰線 斑駁的繁體字默默道出 有家歸不得的無奈 台北小鎮美斯勒 從一九五四年顛沛流離至今的 抑郁孤軍早已升任在地 正是這樣與台灣相連的血脈 要升一遍 也讓金三角地帶 成為軍情局的傳統諜報重鎮 他們從大陸逃難過來了 就是不願意被共產黨統治過來了 所以他們反攻的意識很強 別名華仁村的美斯勒 自一九四九年開始一直來 都是我國軍情局的傳統據點 當地孤軍堅強的反攻意識 加上語言相通 在一九九七年香港移交前 依然藏有為了反攻大陸的軍火庫 由於地理上能夠陸陸直通 成為掌握大陸的重要跳板 但不只是美斯勒 由於泰國水陸空運發達 更是通往東南亞 歐洲的交通樞紐 首都曼谷 更是兩岸疊對疊的角力場 數年前震驚台灣的羅先哲 共諜案發生地 便在泰國 其重要性可解一般 而大都市內的咖啡廳總餐廳 都是交換情報的據點 但近年來隨著美工河運河 逐漸取代馬六甲海峽 大陸在當地的影響力與時俱增 台灣僅憑著軍情局在此著力 確實故障難民 大陸經營這一塊 這個東南亞這個區塊 從東協開始由來已久 我們在那邊 基本上維持一個正常的關係 已經很不容易了 前國安局長 朱泰蔡政府的新南向情報算盤 能不能一箭雙雕 首要任務恐怕是要先穩住正角 藉由黃青春章 宇軒台報導